民眾搭飛機出入境都要經過層層檢驗 但沒想到桃園有一名洪小姐拿了錯誤登機證 竟然還能順利飛出國 當天是過年 所以人潮中同事的名字還有好幾個 那我們只願意時間就選錯名字 洪小姐當時請朋友幫她訂了香港航空來回機票 搭上2號晚間8點HX283班機 但洪小姐習慣搭港龍航空 於是到港龍及國泰共同櫃台報到 沒想到電行人員給她國泰CX-531登機證 她直接抵達香港 以下飛機洪小姐朋友急忙問她 香港航空說你沒登機 已經取消了你的機位 你到底是怎麼來的 洪小姐趕緊拿出登機證一看 發現上面除了姓氏一樣 但名字拼音完全不同 而且還是個男性 這才驚覺自己跑錯航空公司 只是不同性別竟然可以登機 實在太誇張 不夠謹慎就對了 我覺得航空公司跟航檢移民署 都有責任 對 他們就是查驗的不夠仔細 民眾選擇這麼大疏失 如果是恐怖販子該怎麼辦 看看洪小姐打從飛機化位 航空公司就給錯登機證 到出境檢查刷條碼沒異狀 再來護照通關 移民署也沒比對出錯誤 最後到了登機口 地勤人員仍然沒察覺 總共一路連闖四關 地勤航警及移民署 竟通通沒人發現 犯錯這個部分 我們會利用這個教育訓練 和一些案例分享 使這個錯誤將來不會再發生 對此國泰坦誠疏失 航警局及移民署則是出示書面說明 表示航警主要針對登機證 是否當天有效或遭未造 移民署則是查驗護照真偽或效期 船可使用自動通關不用比對登機證 但經過此事未來會再加強訓練 記得林中正成為軍陰桃園報導 警察檢然會死好 推 transact 請 免 睜 請 語 Lean 請